这样的隔离画面在高雄还不止一桩 最新消息高雄左营区有一间人气连锁牛排店 在晚间突然是提早打烊了 店内20多名员工穿上了全身房屋衣在店外集合 随后又带着行李分别搭乘两台游览车离开 在店门前贴出了今天会店内清销也要暂停营业的公告 但对此高雄市卫生局在目前还没有做出相关的回应